我 你又爱这男的啊 我爱他给我的生活 我已经不小了 不想再拼搏了 趁自己还年轻 赶紧找一个舒服的落脚地啊 你这个落脚地已经有人了 凭我的直觉和这个视频 我断定 这个男人有老婆 不可能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 没有结婚没有孩子 不是生理上有问题 就是心理上有问题 我猜他没错的话 他告诉你 他离过婚 但是他没有告诉你 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只要他一离开你 他的手机就是关机 他是离过婚 之前他老婆根本就不爱他 就是赌他的钱 这种话你也相信哪 您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吧 嗯 你跟我说说吧 你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现在几点 十个小时 是在回来的飞机上认识的 好吧 我承认 我确实搞不懂你们八五后的人 真的 可能他是真的有什么事才没开手机呢 再说我要是跟他结婚 就不会被老妈逼着回老家了 我可不想离开这个陪我成账的地方 哎呀我是我的少妹妹 你们两个人刚认识十个小时 那你跟我说说吧 这十个小时里头 你对他都了解了一些什么情况啊 我都查过了 好歹我也越人无数啊 我有这么容易被人骗吗 他是老板 我都去他们公司考察过了 地址你知道吗 就在中关村科技楼十九层 一九零二 瑞华科技 我们俩说好了 只要他没事 我们每天中午都会在楼下的西餐厅一起吃饭 小燕 情报套出人了吗 那个男的叫张瑞 在海淀科技楼一九零二 开了一家瑞华科技公司 每天中午呢 他会和易飞在楼下的西餐厅约会 好了就这些了 千万别说是我说的阿姨 嗷嗷嗷了 谢大哥 明天有任务啊 你干嘛呢 写播快乐呢 我听我哥说你弄了一个什么 剩余时间的网店 嗯 我看看 我酒 这么多人留言 不错啊 我看我从七零后旅到九零后 没有谁能像你这么敢让梦想召进现实的 行啊你小妞儿 你就是未来的凤凰女了 不过就得看赵大聪是不是凤凰男了 打听一下 什么是凤凰男呢 这你都不知道 就是没有任何官复背景 靠自己打拼出一番事业的男人 哦 那赵大聪是凤凰男还是草鸡男啊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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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如说 那个 初初好吗 不好 你还不进去看看她 那个 我托朋友 买了一些进口的止疼药 我知道她一劳累就会偷疼 你说你们俩是不是 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我就不明白了 两个人手也拉了 嘴也轻了 哪有那么多自尊 知道什么叫 夫妻没有隔夜仇吗 这不是仇不仇的事 她不理解我 我也没办法 谢谢 等等 告诉你一个大八卦 虎一飞回来了 而且还带回来一个爹 爹 现在小女生找老男人 就叫和爸爸谈恋爱 她真不挑嘴 拜托了 刚才在门口碰见赵大聪 他给你买的药 你要是想他呢 就去找他 千万别折磨自己 他要是想明白了 自然会来找我 他要是想不明白 这家算是白超了 我跟你说 你也别好强 如果有一天赵荣生 真成大老板了 你就更没有机会回头了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 说明我不回头是对的 那正好 我回头 那正好 我回头 我回头 爸爸 来 小宝 再吃一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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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一会儿送孩子 去幼儿园 嫂子回去吧 我晚上一定嫂子都会请陪你 啊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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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后辈不用拍了 怎么样啊 绝对漂亮 有几岁 我说他们拍的怎么样 至少一打走 行 证据组了 来 来 宝贝 再吃一口 嗯 太凉了 来 来 吃一口 你也吃吗 你别就喂我了 嗯 恶心谁呢 喂完女儿 喂菲菲啊 你谁啊你 美风阿姨 你戴这假发还真挺合适的 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 你们吃了吗 菲菲啊 这男的有家有口的 她骗你呢 这是我妈说的吧 美风阿姨 请你转告我妈 她这招还真没用 她拆不上我们的 菲菲啊 我亲眼看见的 她女儿叫小宝 她老婆叫娇娇 是不是 我没女儿没老婆 菲菲别信干嘛 有本事你把手机拿出来 你调出娇娇的名字 拨过去 我跟她对话 手机没电了 我一猜你就不承认 我给你拍下来了 证据 那个女的哈 就是她老婆 她正在喂她们冰淇淋了 你看看 好好喽喽 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装什么蠢啊 上飞机十分钟你就勾搭我 你装什么精蠢 我怎么勾搭你了 你看看你吧 你看看你吧 当初你小艾姐说你的时候 你还不相信 结果怎么着啊 这就是一陷阱啊 你啊 得引以为戒知道吗 你好好谢谢美风阿姨 要不是美风阿姨这么机智勇敢 你就损失大了你 是啊 美风 你是替我除了块心病 太感谢你了啊 说什么谢呀 都是自己家的孩子 当父母不应该的吗 美风阿 还是得谢谢你 你谢我接着 这龙生怎么样了 这楚楚也没见来 哎呦 爸 人家俩人的事 你就别跟着操心了 管安姑娘 我该管儿子了 哦 鸟子